日本昭和天皇家庭生活照 第二幅相纯皇后 第六幅育人的同胞兄弟昭和天皇育人 于1901年4月29日22点10分出生 由于日本皇室都是近亲结婚 育人体弱多病 眼睛高度近视 右手手指活动不扁 1921年 育人因父亲大政天皇患病而出任摄政 1926年正式继位 芙维昭和天皇育人 和他的妻子湘淳皇后的流言 湘淳皇后原名九尔公两子女王 1903年出生于日本皇族家庭 父亲是九尔公邦彦王陆军大将 母亲是萨摩藩十二代公爵岛金忠义的第七个女儿 叔父东九尔公忍彦王 是日子唯一的一位皇族首相 芙维昌淳皇后的流言 1889年12月13日 九尔公邦彦王和萨摩国 最后一位大名岛金忠义妻女岛金倩子结婚 这次婚姻代表着日本天皇皇室与萨摩国家族的联盟 芙维昌淳皇后的父母 九尔公邦彦王有三个女儿 长女两子姿色平庸 三女儿子 子则是公认的大美女 只是偏偏选中两子为准皇太子妃 日本未来的皇后 芙维九尔公邦彦王全家父 前台父二是两子 昭和天皇裕人和两子顺利成为夫妻 婚后遇有五个儿女 当时日本皇室为了维持神族的血统 近寝结婚很是流行 徒为昭和天皇裕人和湘淳皇后的流影 致父公亲王庸人出生于一九零二年 大政天皇的二儿子 裕人天皇的胞弟 当时的陆军大将乃木西典 也就是裕人的老师 曾上奏大政天皇 曾请大政令裕人的胞弟致父公为皇太子 提议最终没有获得准许 徒为致父公亲王庸人的流影 颜值挺高的 比裕人更加儒雅 更加具有贵族气质 致父公亲王庸人的颜值和才华都胜过裕人 当时的裕人虽然身为皇太子 难免会妒忌这个高地 常常会背着父亲私下教训致父公 徒为致父公和庸人王妃是金子的流影 祝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属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